大家好,我是大帐,这回讲讲德国的话题 主题是德国如何统一的?为何欧洲各国大呼天塌下来了呢? 说起德意志的统一,有一个人物无论如何都绕不开的 那就是德国统一的定基人,提携展相比斯曼 可以说研究德国兴衰历史,比斯曼都是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 德意志在他的手中实现了统一 说比斯曼奠定了德国百年国运也不为过 比斯曼生足于1815年到1898年 平生几乎涵盖了整个19世纪 是19世纪伟大的政治家 而他的铁鞋宰相的称号是来自于他的一句名言 他是这样说的 当代重大的问题并非能通过演说和多数派的决议能够解决 而是要用铁和鞋来解决 所谓的铁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工业 一个国家有足够的钢铁才能够制造强大的武器 同时也指的是一个国家的坚定意志 血就更明显了,自然指的是战争 因为没有一场战争是不流血的 下面我们就看一下 德国在统一前的历史机缘和欧洲各国的形式 19世纪三四十年代 位于欧洲中部的德意志地区还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邦国伶俐 甚至说一个城一个镇就是一个城邦国 格林童话里动不动 就蹦出一个王子和公主 王子和公主简直多如牛毛 其实讲的就是分裂时期的德意志地区 围绕着这些地区产生的童话 在此之前又经过拿破仑欧洲大陆战争的肆虐 德意志民族备受欺辱 所以德意志迫切需要一个统一的力量来对抗外敌 之后的拿破仑战败 又为德意志的民族统一和崛起提供了历史机缘 而在1848年 拿破仑的侄子路易波拿巴在法国上台执政 成为法国首任民选总统 之后又成为法国的皇帝 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 路易波拿巴又称之为拿破仑三世 他统合了法国的力量 又对德意志地区形成巨大的压力 在1853年到1856年爆发的克里米亚战争中 法国联合英国大败沙俄 法国重回欧洲大陆霸主位置 也因此沙俄不得不加强西部边境的防线 作为法国和俄国两大列强的重要缓冲区 德意志地区面临两面夹击之势 周边环境突然变得异常凶险起来 在这时逆转德意志形式的铁血宰相比斯曼出现了 熟悉欧洲各国政治形式多年的外交家政治家比斯曼 于1862年出任普鲁士王国首相兼外交大臣 比斯曼用了两招组合拳 王朝战争和国家间的交叉联盟 加上铁血政策的大棒 成功实现了德意志的统一和民族的崛起 1864年 比斯曼推动普鲁士与奥地利结盟 许诺给法国好处 确保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处于中立状态 向丹麦王国宣战 结果丹麦战败 普鲁士获得什勒苏伊格和尔斯带因地区和吉尔港 1866年 比斯曼和意大利结成了联盟 再次确保法国的中立状态 向奥地利宣战 结果奥地利战败 话说这个法国还正被比斯曼玩于鼓掌之间 而奥地利的战败意味着 他被比斯曼成功踢除德意志联邦 自此之后 奥地利不再拥有德意志地区的领导权 普鲁士也正式称为德意志地区的正统 而后又不顾奥地利的反对 在1867年4月16日 普鲁士联合22个邦国成立北德意志联邦 成功控制了德意志地区的北部 完成了德意志的初步统一 然而普鲁士王国领导的北德意志联邦成立后 当时的欧洲其他各国可炸了锅 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提也尔也认为 德意志统一是400年法国最大的不幸 果然还是被制为老政治家言重了 意大利趋机主教国务秘书安东内利 听到德意志统一之案争胜利后 大呼天塌下来了 英国的旁观者报评论称 欧洲大陆已经有30个王朝被扫入垃圾堆 从此中欧2000万人的命运就此改变 世界政治格局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 然而当时的欧洲各国炸了锅 这并没有影响德国继续统一的行动 比斯曼的战争步伐也没有停止 比斯曼心里清楚 德意志的统一必然受到强领法国的阻挠 与法国打一仗是不可避免的 比斯曼心里也清楚 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是个浩大喜功之人 发出了几次挑衅 结果就上钩了 当然普法战争的导火索士 在1870年7月14日 比斯曼就西班牙王位继承问题 发表了挑衅性的埃姆斯密电 彻底触怒了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 法国于1870年7月19日对普鲁士宣战 然而这场战争普鲁士早就准备好了 普鲁士军队气势如虹 一举歼灭了数万法军 在色当战役中 普鲁士军队俘虏了包括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 在内的9万法国军队 并乘胜追击挥尸巴黎 帮助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镇压巴黎公社 彻底打败了欧洲大陆霸主法国 获得了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 甚至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 称帝的地点都在法国的凡尔赛宫 1871年1月18日 德意志帝国在凡尔赛宫正式宣告成立 也让刚统一的德国就成为欧洲大陆霸主 也就是说1864年到1871年 铁血宰相比斯曼紧用了7年时间 就彻底统一了德意志 扭转长期对德国的不利形势 并在战争中崛起 成功挤身当时的世界列强俱乐部 所以比斯曼被称为19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不是没有原因的 他绝对是一个智者 而德国的崛起 欧洲的地缘格局变得面目全非 难怪其他欧洲国家大叫受不了 特别是比斯曼的外交政策 国际交叉联盟 颇有中国古代苏勤张义的合纵连横之道 对于今天我们正式成为然然升起的世界大国 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不过比斯曼的这一套外交政策 却被继任者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废掉 认为是胆小鬼的政策 德国需要阳光下的土地 结果一战德国战败 威廉二世尝到了恶果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